阿弥陀佛 尊敬的最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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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合招 我们一起三成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是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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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 真实意 净土 大经科诸 大经科诸 愈法善照明智慧光 这是一段 这个智慧光是阿弥陀佛的第五个德号 静音老法师为我们解释 愈法善照 就成为呢 智慧光 这个善的意思非常深 如果没有圆满的智慧 它不能够辨造一切万法 所以这个善呢 它是妙用 起作用的时候啊 真的是恰到好处 学佛目的何在啊 就是要帮助我们大家 断烦恼 开智慧 虽然经文讲阿弥陀佛的德号 用十二个光来做代表 我们也要晓得 他老人家具足这十二种德光 我们大家呢 也应该都有 升到几多世纪啊 我们自信的 德能向好 全都能够恢复过来 想要得到这个利益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古人说得好 要能够放得下 放下什么呢 放下起心动念 放下分别 放下执着 可是我们很想放 就是放不下 上课的时候 动这个念头 想放下 下的课呢 马上又起现心 这就证明我们的定 我们的会啊 还需要天天加强 后面是井心老法师 再做一个说明 光从佛无痴善根心起 付出众生无明品心 古智慧 我们看了这个解释啊 就发现这个当中 好像有个字呢 写错了 哪个字 可能是那个品 无明品心 无明品心 那个品 他如果说是品呢 我们不太好解释 他应该是个构 就容易解释了 构就是污垢的构 因为无明也是属于污垢之一嘛 想要开智慧 该怎么下手呢 还是要先把实实真相搞清楚 所以三种善根里面就提到了 不贪 不撑 不吃 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为什么我会有贪心呢 为什么我会有发脾气呢 因为我有吃 这个是总源头 因为有这个谜 就把这个一针法界 变成了实法界 谁变的呢 法相中说得很清楚 你看经典上就讲得了吗 为实所变 所以凡夫可怜呢 把这个虚假的相误以为是真的 在这个假相当中呢 天天在造业 时时在造业 他没有从这个假相当中 看到他的体性 有智慧的人 他从相当中就能够见到体性 他也明白 所有的相全都是从体性里面 而产生出来 所现这些相呢 是刹那不住 不可得 相离不开信 信呢 也没有跟这个相分开 就好像我们大家看电视一样 你看屏幕 如同这个体 它能够播放出千变万化的这些画面 跟这个声音 所以我们见相不能够被他转了 见相的时候呢 如如不动 要从相当中呢 看到他的本质 这里啊 锦辛老法师特别提醒我们 光是从佛的无痴善根心 生起来的 关于这个无痴善根 三藏法术里面有解释 但是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面没有说 物生呢 补充出来 为于一切诸法 皆兮明了通达 知是善法 知是不善法 知有罪法 知无罪法 知应修法 知不应修法 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智慧 所以有智慧的人 他把这个善跟不善 把罪跟无罪都看得很清楚 他也晓得哪些是可以修 哪些是不可以修的 对于整个世界的变化 国报都一清而楚 再看一下世间人 真的是每天都迷惑颠倒啊 这就是经上佛常说的一句话 可怜明正 谁可怜呢 我们很可怜 这个话说出去 一些人听了之后不太高兴 我觉得挺好的 你怎么说我可怜呢 可怜在哪里呢 可怜在没有这个无痴善根 我们现在这个吃的恶根 天天在膨胀 天天在呢 延伸 换句话说 天天在造作三土叶 后面这个结论 此无痴法 无痴就是善根 世间的三善根是不贪不撑不痴 能够做到无痴 我们就是明了了 是善种性 能为无量善法根本 故名无痴善根 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还有贪 还有撑 还有傲慢的时候 一定要警惕自己 我们这个吃是特别严重的 怎么样对付它 怎么样让自己不再有贪嗔痴慢疑冒出来呢 只有一个办法 天天要清净善知识 佛菩萨就是善知识 祖师大德就是善知识 他们现在不再试了 留下来给我们这些经论书 注解等等 就是我们的善知识 现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仔细观察 四种教育很欠缺 哪四种教育呢 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 宗教教育 看一下古人 他们就要这样的智慧 一个帝王建立了政权之后 他第一桩事情就是要尽快恢复教育 所谓的建国居民教学为先 现在社会大众虽然也在受这个教育 但是我们仔细一看呢 受的是哪一种教育 知识教育 技能教育 但是对于怎么做人 怎么样服务社会大众 怎么样奉献给众生 这个提的就很少 换句话说 现在的教育啊 他这个着重点跟古人是不一样的 古人的看法是什么呢 怎么样普利天下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列祖列宗感到自豪 常言说嘛 光大门楣啊 光中耀祖啊 可惜现在一些家长 怎么样教他的小孩呢 也说得蛮直的 你要好好用功啊 好好读书啊 以后长大了好好赚钱啊 以前我们在美国就这样子吗 听到一些家长就这样教他的小孩 你要好好读书 以后呢 当律师 当医生 赚很多钱 那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 但是家长这样误导他 将来的古报是很可怕的 这是助长他的贪嗔痴 而这里呢 老法师劝我们要向佛学习 从哪里开始做起呢 要修自己的无痴善根 他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后面一句话 能够除 这个除就说消除 消除众生 无名品心 我们把它改一个字啊 无名构心 就是说 有这个无痴善根 起现行呢 能够把我们最难破的一个烦恼 也可以把它呢 扫除的干干净净 无名烦恼 前面还有啊 沉沙烦恼 还有呢 见识烦恼 现在我们众生 这三大类烦恼 天天在增加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 我们看自己一般看不到 看别人比较清楚 看别人如何呢 他很急啊 是不是啊 我们看别人很急 那自己在看自己呢 说不定比别人还要急 看别人心浮气躁 恐怕自己也是蛮冲动的 佛法的修学总纲领三个字 界定慧 这个非常重要 小圣法大圣法都是离不开它 后面是谈论大师啊 赞叹的话 佛光能破无明暗 顾佛又好智慧光 刚刚我们看到锦心老法师说 光从佛无吃善根心而起的 所以修学佛法没有别的 就是把这些烦恼呢 统统都能够放下 那所有烦恼当中最难放下的就是 贪嗔痴 再看这个贪嗔痴 三种根本烦恼 那个痴是烦恼的根 后面念老说 后面两者均已破除无明而明智慧 必佛智慧 必佛至光能荡除我等无明心垢 贪于我等真实之力 是故弥陀 阿弥陀佛称为光中极尊 佛中极尊 佛中极尊 这就说明了 这就说明了 为什么阿弥陀佛 到底有没有功夫 到底有没有功夫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 要对照经文 发现自己啊 这一个烦恼习期是越来越少 心念波动的幅度 越来越低 果真烦恼 习期 越来越减少了 相应的就是您的光呢 往外面渗透出来就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智慧啊 越来越大 当然每个人的根性呢不同 有的人呢 是一下子就能够遁舌 他可以遁物 而一般中下根性的人 他是要长时间的熏羞 想要从佛法里面得到真实的利益 一定要牢记 印光大师所讲的那两个字 成敬 真诚恭敬 读书要真诚恭敬 听经也要真诚恭敬 念佛拜佛都是如此 再看底下 第五种光是长照光 见颜送意 长疾光中 吉而常照 故名常照光 畏意为不断光 敬隐曰 常照不绝 名不断光 每个版本里面所用的一个字不同 但是讲的都是一个意思 佛光是长照 没有断绝过 而佛这个光 其实我们大家都有 这一点佛在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佛的光明真正产生大作用 所以他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上至等觉菩萨 下至无间地狱众生 没有不因为他而得度的 今天我们也开始学习佛经 认真的听讲 也发现在念佛 这是很好的现象 希望我们大家每天要坚持下去 不停地深入经典 逐步逐步就把事实真相搞清楚 事实真相是什么 金刚经讲得那么清楚 凡水有相 皆是虚望 弥勒菩萨说得更加的清楚 一坛只有三十二亿百千念 念念成行 行皆有十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 这个色身是假的 身外之物的这些所谓的人事物 全都是虚幻的 说到大一点 整个虚空法界都是不可得 明白实法界是假的 这个人呢 他就醒过来了 他一醒过来 他就到哪里去呢 他就不在实法界了 他就升到 施暴徒去了 阿罗汉呢 晓得六道是假的 所以他就不在六道里面 他就跳出六道 到了四圣法界 再加把教 到最后也懂得 原来一针法界是无始无名习气所限 他把这个方向 到最后回归到长济光 那才是我们本来应该要待的地方 所以说佛法怎么修学呢 四个字 讲两个方法 一个是看破 一个是放下 看破帮助我们放下 放下再帮助我们继续地看破 您放下的越多 看得就越清楚 看得越清楚呢 放下也就越发的快速 假如我们大家都能够像混了个大师 那个样子 都是上上个人 那多好啊 释迦牟尼佛教起来就轻松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怎么办呢 那只能够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长济光中 吉尔长照 故名长照光 这个长照光啊 法身菩萨是得到一部分 佛呢 是达到了究竟圆满 吉尔长照 这个吉是体 照呢 是它的作用 在自信里面 吉跟照 它们是互为体用的 所以照也能够是体 吉呢 是用 吉是体 照就是用 所以这二者呢 十一不十二 就像我们大家 把这个电灯打开 电灯一打开 您说那个灯跟灯光 能不能够分开呢 怎么分 分不开嘛 是不是 所以呢 体跟幼 它们这二者 是不能够分割的 因此呢 就称为长照光 康生凯的 《无量寿经》版本 是卫义本 它里面写的是 不断光 这个意思也很好 长就是不断 那有断的呢 就是无长 就是有生有命 无生无命 就称为长 经书里面讲 长照不绝 命不断光 我们也希望自己 心性里面的智慧之光 早一天呢 产生真正的作用 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还是要把这个虚幻象 看清楚 要晓得这个时间呢 所有的事物 都是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等 锦辛老法师说 佛之长光 横为照意 故不断 原来佛这个光啊 它对我们大家 是有好处的 什么好处呢 烦恼清 智慧 障 说的 近一点 我们现在看这部无量寿经 学这个注解 这就是佛光在加持我们 宁肯进到念佛堂去念佛 佛光也在加持你 读经读久了 念佛念久了 自自然而然呢 这个业障 就会越来越少 业障越来越轻 智慧 相对的 它就会越来越大 到那个时候 我们看一切事物 就比以前 更加清楚 所以不学佛 那这个本来可以得到利益 就当面错过 这是非常可惜的 谭伦大师在《往生论》的注解里面 也有两句计 赞叹 他说 光明一切 实普照 故佛又好 不断光 古大德呢 他们注解无量寿经 多半是采用 康生凯的卫义本 所以里面 这里我们就见到 他是用的 不断光 这个一切实普照 就是不违背的意思 一切实一切出 正是长照的意思 这个长照好啊 天天长照 被这个光照耀 我们就不迷了 换句话说 我们怎么样让自己 不再是烦恼当家作主呢 只有一个办法 天天要读经 天天要听经 所以我们看到 释迦牟尼佛当年 他的弟子 出家众弟子 一千两百五十五个人 就做出一个榜样 人家是 佛走到哪 他就跟到哪 不离不弃啊 我们现在福报是越来越小 佛我们遇不到 菩萨也没有见到 身为原觉也不晓得是谁 现在呢 这些高僧大德 一个一个都离开我们了 目前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这些 经书 还有他们的注 注节 还有这个波金机 虽然有这些法宝 那也看你想不想去读啊 想不想去听呢 假如说经书摆在那 注节摆在那 波金机放在那 你不想去看 不想去听 那也是得不到佛光的加持 所以啊 想要真正出离苦海 想要出轮回 还是要靠自己 督促自己 自己呢 勉励自己 自己要提醒自己 提醒我们自己什么 人生无常 最近听说这个 土耳其地震 到昨天为止 已经发现的 这些死亡的 尸体 众生的这个遗体 好像超过两万 两万五千 很严重 这还是已经发现的 哪有在废墟下面呢 而且它是7.5级以上 是两次 很严重啊 隔壁的国家 都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 安定的环境当中 这是什么 您的福报 又没有战争 又没有地震 你看 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如果还不认真地 学佛念佛 真的哪一天 发生这个灾祸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您想象一下 如果被那个房子 压在那个下面 这个时候 您还能不能够 念出佛号呢 很多人都是在 惊慌失措当中 就吓死了 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有福 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好好用功 第七种光是 清静光 静隐约 离构成静 这个构就是染污 就是指的烦恼 烦恼里面呢 最维系的 就是无明烦恼的习气 我们先从那个粗的烦恼 开始断气 先从执着下手 然后再断执着的习气 接着呢 再断分别 第四步 再断分别的习气 另外再断无明 最后呢 断无明习气 八万十千法门 都是朝这个途径呢 去修的 而佛教我们大家呢 一定要离开所有的染污 这样子才能够达到呢 清静 话是说得很简单 真正修起来 效果不大 我们问一下自己嘛 凭我们现在的功夫 能不能够断剑尸烦恼 能不能够断尘杀无明烦恼呢 真的是没法子 唯一有一个特殊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大家达到清静 就是好好地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 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后面是锦辛老法师所讲的 从佛无贪善根而现 义处众生贪着之心 故清静 无贪善根 在三藏法术里面有解释 这句教导我们大家 这句教导我们大家 不受用它 但是不能够有支柱分别在其中 所以佛教我们大家 不贪 不拙 不爱 不要 这个乐 独要的音 也就是喜好的意思 说这个五欲 谁能够少得了 看到外面的现象 就动心了 听到外面的声音 就受不了了 闻到这个味道 就起分别执着了 吃这个东西呢 觉得很好吃 贪心就来了 身体接触到外面境界呢 也有自己的想法 而我们不知道事实是什么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所以佛教我们大家 应该要把这个外面的虚假相 真正放下 不过呢 这个放下 最重要的是 在哪里放下呢 心上的方向 事 是可以做的 所以阿南问师父 及兄经里面就提到 可得为世间事 不可得为世间义 小圣法跟大圣法相比 大圣法更难修 小圣法在事项上 要求非常严格 这个不能够做 那个不能够碰 可是大圣法呢 你想都不准去想 那大圣法 还有一个跟小圣法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他只要能够做到不祥 那这些事情 可不可以做呢 还是可以做的 最明显的嘛 这个三才童子 五十三参 就是 这个 例子 你看这五十三位 出家在家菩萨 这都是明心见心的菩萨 他们代表了社会上 形形色色的 各类的人物 虽然他们做不同的行业 但是大家都没有起心 都没有动念 他所做的事情呢 都可以帮助众生 做到 无贪善根 起现行 这就是他的智慧啊 真正产生作用了 并且呢 帮助我们大家 去除贪着之心 但是我们要晓得 法身菩萨 有些事情 他们是可以做的 我们凡夫 有些事情 敢不敢做呢 不敢做 很明显的吗 你说这个 赌博的事情 那 法身菩萨 跟这些赌徒在一块 他就可以用这个 读书 帮助那些赌徒 放下赌博的 这一个烦恼 如果您也要去 度那些赌徒 那糟糕了 本来我们自己 就有这个贪心 看到别人 情绪那么激动 我们不用多久 也被他给拉下去 所以佛法里面 有一句话提醒我们 未能自度 而能度人 无有事处 有些方法手段 是特殊例子 是高阶段的 佛部上可以做的 我们是一点烦恼 都没有破除 那这些方法 我们就不能够尝试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要 老老实实的 从持戒 从修订 开始下手 这样稳当 不会出问题 宁可不要耗 耗高 奋勇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 那就麻烦了 我们现在下地狱 你要度那些众生 这搞得地藏扶哨 很难做 刚刚把你送出去 你怎么又下来呢 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 要衡量一下自己的智慧能力 到底有多大 接着下面是谈论大师 赞参叹的话 道光明囊 色超觉 故佛又好 清净光 一蒙光绕 最构除 皆得泄脱 故顶礼 道光 在经里面解释 什么是道光呢 就是道之光明 道体清净 离一切过功 照破无明之暗 称它为道光 大家应该记得 清朝以前有个皇帝 叫什么 道光 他如果懂这个道光的意思 就不会招来 外国人的入侵 所以我们自己 开智会重要 道体清净 就是说真心 恢复到清净 或许大师说得那么清楚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自信呢 它也是本自具足 智慧得能向好 自信也本来是 本无动摇 它是极灭的 所以学佛到底学什么呢 就是修不动心 自信呢 它也是能生万法 这个作用就起得非常大 所以一切万法 从哪里来 都是从我们自信里面 献出来的 那现在就看我们大家 心里面想什么 您用什么去想 这个很重要 离一切过构 照破无名之案 所以我们今天下的功夫 是在哪些方面呢 要把这个过失 要把这个够然 都要洗刷干净 换句话讲 要把执着分别 起心动念 尽快地放下 说真的 多看大圣经典好啊 那个真相就看得越来越通 看得越来越清楚 放下呢 你就会越来越快速 尤其是我们呢 如果人已经过了四十岁以上 那这个念佛应该要加强 为什么说过了四十岁之后 要加强呢 四十岁 按照古人的说法 人出生到二十岁 这是人生的春天 二十岁到四十岁 是人生的夏天 四十一岁开始到六十岁 这是人生的秋天 六十一到八十呢 冬天 现在我们是在哪一天呢 自己要看清楚啊 古人还提醒我们一句话呢 黄泉路上五老少 孤焚多士少年人 其实我们光是在这里讲课啊 把这个经典跟大家做汇报 说清楚 道明白 这个效果呢 是有 假如说我们 一个月当中啊 大家去一个地方参观一下 也蛮好的 哪个地方 殡仪馆 看一下那些墓碑 看那些 这些人很多我们都不认识 你就看什么 他什么时候出生的 哪一年走的 看这个就够了 这样我们的警惕就高了 甚至有时候我们看到什么 一个小孩婴儿 才几个月就走了 还不警惕嘛 应该要警觉啊 所以这里呢 谭伦大师啊 他在这个 记书里面就赞叹 这个话 说明这个信德之光呢 产生很大的作用 道光明朗色超觉 故佛又好 清净光 佛的光 分为十二种 每一种呢 所产生的作用 无量无边 它能够把我们呢 所有的罪障 全都清除掉 所以说光的作用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其实我们今天呢 愿意走进讲堂 学习这几段经文 开示 无形当中 我们的业障就怎么样了 就消除了一些 再去佛堂念佛呢 那就消除更多 所以唐伦大师就说 一蒙光照 罪构除 读经能够消悦障 听经能够消悦障 念佛拜佛都可以 当然做这些事情呢 一定要具备正确的心态 所谓的真诚 清静 恭敬 绝对不能够呢 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充满着傲慢 充满着疑问 那这样子 得到利益就不是很明显了 故知此光明朗 离构 父能为众生 消除贪着与罪构 故好为清静光 这个是念老 在为我们解释一下 唐伦大师的这个意思 今天呢 我们专注在 支持名号上 这个方法 是阿弥陀佛 特别为 所有还没有成佛的众生 所发明的一个 特别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谁能够相信谁肯去做 谁就能够得到 殊胜无比的第一 后面是天清菩萨 在《往生论》里面所讲的 此三种成就 愿心庄严应知 略说如一法聚故 一法聚责为清静聚 清静聚责为真实智慧 无为法生故 想必这一段开示啊 我们都非常熟悉了 三种成就 哪三种呢 说他的一报成就 有十七种 正报成就 佛这个庄严呢 说的八个 菩萨庄严呢 说的四个 十七八四 加在一块 就是二十九种清静庄严 那么他成就呢 愿心庄严 这个愿心 就是阿弥陀佛所发的 四十八大愿 四十八大愿 内容比较多 但是他们怎么样呢 如果简单来讲 入义法聚 这是把它浓缩起来 而这个义法聚呢 又称为清静聚 这个清静聚又是什么呢 真实智慧 无为法生 所以我们大家 整不经记不住 您只要把这句 阿弥陀佛记住就好了 因为阿弥陀佛呢 就是清静聚 就是义法聚 就是真实智慧 无为法生 是知 清静一鸣 体是真实法身 广摄国土 佛菩萨 三种庄严 的的确确 网生论 介绍西方净土 非常详细 这是天清菩萨 给我们说明 它是怎么样 修行成功的 也给我们介绍 极乐世界 好 好在哪些方面 古汉义 弥陀名号 为无量清静佛 有弥陀 弥号 为清静 金刚 当之 清静二字 其意 甚深 清静两个字 我们常常提 但是没有想到 清静这两个字的意思 非常深 在密宗来说 阿弥陀佛被称为 清静 金刚 现在请大家看 参考资料 下册 819页 参考资料 下册 819页 大家找密号 819页 819 有看到吗 密号 他说 这个密号呢 还有别的名称 也叫做金刚 冠顶号 密部所唱之 金刚明也 如大日如来 曰 辩造金刚 阿弥陀如来 云为清静金刚 所以说 辩造金刚呢 就是指的 大日如来 大日如来呢 是环境上 所讲的 毕罗遮纳如来 毕罗遮纳 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 辩一切出 这是指的法身佛 法身佛呢 没有形象 法身呢 就是光 光呢 辩造诸佛刹土 法身 也就是我们 镜中所讲的 长极光 长极光啊 说实在的 土是身 身也是土 身土都融入 光里面去了 讲那个身 是指的法性身 说土 是指的法性土 所以我们将来到达 极乐世界啊 就是希望自己 以后也能够回归到 法性土 所得到的身呢 是法性身 做到这一点 恭喜您 您就是妙觉如来 这是我们学佛呢 最高的目标 好 大家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我们继续看底下的注解 欢喜光 这个是第八个德号 敬意老法师给我们解释 能令见者心悦 明喜 诸佛同修 每次您见到佛像的时候 开心不开心 开心 见到佛像开心 那您看到一些众生 开心不开心呢 你又开始犹豫了 又开始在那边 顽固左右而言 他就不答了 为什么看到佛像那么高兴 看到某个人就不开心呢 这还是我们的内在的 过购在产生作用 所以佛教我们怎么样 要把内心里面那些过够 洗刷掉 去分别去执着吗 我们要学习弥勒菩萨 看一些人都要 欢欢喜喜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看别人很高兴 人家看我们高不高兴呢 高兴 你哪天看那个人不开心 那个人看了你也不高兴 这是什么 互为因果的 后面是锦辛老法师所讲的 从佛无称善根而生 能处众生称慧七心 故欢喜 原来这第八个光 它怎么样产生出来呢 这里告诉我们 是从无称善根起现性的 它有什么作用呢 能够消除我们这些称慧心 还有那个欺心 什么是欺啊 欺就是忧伤 忧悲苦恼 这是每个凡夫都有的烦恼 真的 无贪善根 要去修 无称善根 要去累积 无痴善根 要加强 您能够做到这点 那就是三善根 在三藏法术里面解释 为与一切众生 不生奋惠 不欲损恼 此无称法 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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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初 信 本善 信相近 息相远 为什么人 长大之后慢慢的烦恼 习气越来越多 越来越重 说实在 就是他这个 以后读圣贤书 那个心态 不如小时候 一接触到外面的明文立养 一被那些坏人误导诱惑 他就把持不住 所以我们想要让自己不动摇 出心 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办法 天天要读佛经 天天要听经 天天要念佛 天天要拜佛 这样才能够保护好自己 在这个时代 能够不受外面染源的诱惑 那个人太少太少了 能够不受影响的人 那都不是一般人 都是什么人呢 那都是佛不早再来的 所以那个被影响 而堕落 退步的 很正常 但是我们敢不敢 去接受这些染污呢 不敢 因为我们知道 假如我们受到了这些诱惑 而造恶业 以后到哪里去报到呢 地狱 恶鬼 畜生 三个道 去受苦 下面是唐伦大师 所赞叹的 辭光 辭光辭 辟 施安乐 顾佛又好 欢喜光 佛的光明 充满了慈悲 它是 霞 施 安乐 这个霞 就是久远的意思 也就是前面所讲的 长 长 长的长 这个被呢 当作动词 施 就是加持 所以我们被佛光 这么一加持 你就感觉到 自己的烦恼 就降低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您来到我们这个小道场 一走进来 就心情比较好一点 有没有 您可不要说 不知道 如果说都已经 开车进来 走路进来 没感觉 那证明什么呢 哎呀 就证明我们这一个 打个比方啊 今天是晴天吗 本来阳光是可以照到我们身上 您呢 非要撑一把伞 那就把这个阳光 就挡住了 所以我们来到寺院呢 这么清净的环境 还不能够得到快乐 还不能够得到清安 那就证明我们内心里面的烦恼吸气 挺多的啊 能够知道内心繁导多 这还不错呢 接着呢 还把他们洗刷干净 要把他去掉 最好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天天要读经 天天要背经 你看刘老师 他怎么样保护好他的法神会命呢 他每天 看那个光碟 十个小时 看完光碟之后呢 就是念佛 这样子啊 才能够让我们自己 欢喜心 常常起现行 假如说 我们一走出门 那个脸 被人家一看 就是个苦瓜脸 那就证明我们这个功夫不得力 自己功夫不得力 还会影响到别人 我们影响到别人 别人接着呢 又会影响到我们 他那个副作用啊 力道是越来越大 所以想要让自己 清安自在 发起充满 真的啊 一定要多下点功夫啊 下面再解释 安乐者如法华约 身意泰然快得安乐 身是身体 意是指我们的意念 泰然是说自在 这是常说的 身心舒畅 身心平安 我们不但能够得到安乐 还怎么样呢 快得安乐 什么是快啊 快就是快速 所以哦 或者一个大师 去拜见他的师父 晚上吗 他师父给他传法吗 听到应无所助 而生其心 他就怎么样呢 快得安乐 那他所入的境界 就跟他师父呢 完全一样 在这个时候 您就能够体会到 慧能大师 在那个当下 是特别高兴的 他跑到黄妹来 八个月 没有白来一趟 真正有说获 接着是念老所讲的 佛光能令众生 安乐欢悦 顾名欢喜光 所以我们烦恼习气 再多再做 不必怕 关键是怎么样呢 要能够遇到 真正的善知识 要能够有真正的善友 为我们指出一条 卸脱之道 下面我们就会来学习 第九个 卸脱光 学佛真的会让我们呢 人生之路越走越宽 越走越平淡 到后来我们这条路 走到哪里去了呢 走到基督世界去了 这是讲的第八种 欢喜光 下面我们看第九个 卸脱光 这个说法呢 是在宋义本里面 但是康生凯的卫义本呢 没有 因为这个缘故啊 所以中外的这些大德 注解物量寿经 就没有解释 卸脱光 因为古大德注解物量寿经 一般都是采用卫义本 但是卫义本里面有 赶索的卫义本里面有 这两个光 潘那大师也赞叹了 佛光照耀 最敌 故佛又好 光 他老人家在讲 三途黑暗蒙光奇 事故顶礼大应供 这个应供是佛的德号之一 又神光离向不可明 故佛又好无称光 因光成佛光赫然 诸佛所探 故顶礼 的的确确 佛无量解来 对我们大家恩德太大太大 但是一般凡夫不知不觉 这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 神光离向 因光成佛 这两句话很重要 是显泄脱光自觉之德 佛光第一 三途蒙光 是显泄脱光 觉他之意 从这儿我们就明白了 阿弥陀佛为什么能够 加持一些大众 是因为他自己本身 所有烦恼习气 全都洗刷得 干净 没了 那他自己成就了 他也没有忘记我们 所以呢 也是 常常回来 施法界 当然他也可以到 一身法界 度花 跟他有缘的大众 所以我们自己也想帮助众生 开悟 怎么办 首先自己要开悟 我们要帮助别人消除业障 那自己的业障 天天要减轻 这个开悟 消业障 也不是说一下子 就能够达到明显的效果 它是要长时间的 熏修 您看净土圣仙路 很多往生的大德 他们是念佛多少年 就成就呢 你就发现一个 比较普遍的现象 是念佛三载 念佛三年 其实三年时间长不长 不长 你看我们来到图文吧 两千年来的 今年是二十三年了 时间过得快呀 才一千天而已嘛 真的 我们呢 一定要晓得 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不可能 具为己有的 得不到啊 连我们那个身体都得不到 您说身外的明昏力 哪样是您的 所以把这一点呢 要看清楚 可是我们念佛 得到功夫成片 那您所得到的东西 那是真的 什么可以得到呢 可以被佛接到基督世界去 可以到那边呢 天天接受佛的教化 到最后 圆成福古 并且 也可以同时呢 帮助一切 有缘大众 也升到基督世界去 下面再说 从此两战和参 正显 卸脱光之 得意 这个得就是功德 意呢 就是利益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 赞颂 合起来看呢 真的可以帮助自己 提高境界 这是属于呢 自利 离向成佛 故光普度 正显 卸脱光之 妙德 与利益也 这是指利益 别人呢 于此 亦可见 古异差异 往往皆由于 开合之 不同而 从这我们就晓得呢 古大德在做注解的时候 或者在翻译的时候呢 他有时候把两个光 合成一个 或者把一个光呢 分成两个 这只是开合不同而已 再看第十种光 是安稳光 这个隐呢 跟我们现在所写的 稳重的稳相通 因为古时候 很多字还没有发明出来 所以这个隐呢 在那个时候 就跟这个稳重的稳 通用 这个安稳光 是诵义本里面 有出现 安稳 跟安稳 一样 深安 心闻也 诸位同学 您觉得深安跟心闻 哪一个更加重要 心闻 对不对 我以为心闻了 才能够达到深安 五着八苦 不能挠 故约安 三崩 地陷 不能动 故约 稳 八苦 生脑病死 爱别离 求不得 无音至圣 愿真慧等等 这是人人都免除不了的 如果我们遇到这些苦 不能挠 这就叫做安 这个挠啊 就是 挠乱 烦扰的意思 现在我们这个环境 很糟糕 真的是 五种拙 拙到极出 哪五种拙呢 节拙 剑拙 烦恼拙 众生拙 命拙 而这五种拙里面 有两个是最主要的 因 哪两个 一个是剑拙 还有呢 烦恼拙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真的是 浑浊到极处 所以现在众生苦啊 照这个样子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以后的众生 那个苦 不晓得有多少 此地又说另外一个现象 三崩地陷 你看现在我们就 听到了 是没有遇到 但是听到了 这也是蛮可怕的 假如我们碰到这样的 逆境恶元 也能够做到不动摇 这是心很定的人 他才能够做得到 接着是 这是永密颜兽大师 在中金路 所讲的 安稳快乐者 则极尽妙长 念到很慈悲 后面呢 再做一个说明 又极尽妙长 极尝极光 这是什么境界 这是佛家的境界 这是佛家的境界 这是最高的程度 所以呢 修行 就是要让自己的心 保持不变化 您能够永恒不变 这就称为常 妙呢 是说 迎显自在 有缘就陷 无缘 他就不出现了 他就消失了 是指 生灭灭疑 极灭为乐 是安逸 这个就是安的意思 生灭 整个使法界 都是一个生灭项 也包括我们这个身体 到哪一种人 才能够真正体会到 不生不灭呢 他怎么才能够 亲自见到 这个不生不灭呢 必须要做到 无念头 没有想法 没有起心动念 才能够真正享受到 极灭为乐 这种果报 灭 是指的灭除起心动念 灭除分别 灭除执着 我们把这个因灭掉 果报呢 他自然就没有了 所以啊 我们那个烦恼放下的越多 您所居住的那个环境呢 就越发的理想 而我们今天修的净土法门 也是希望我们呢 要把那个生灭呢 把它灭掉 怎么灭 中文有句话说嘛 不怕念旗 只怕绝持 所以有烦恼习气 冒出来 不必担心 我们接着就用佛号呢 把它们取而代之 念久了 自然然 这个心就定下来 自然然呢 就达到清净的 而且我们这个念佛呢 还要保持下去 一直保持到什么时候 到最后临终的时候 所以啊 这个佛号 我们建议诸位同修呢 念的时间越久越好 越多越好 多 多多少 师父上很慈悲呀 跟我们说呢 一天至少要念三万声 那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灾难 怎么越来越可怕 三万声够不够 恐怕不行 至少要五万声 因为我们不知道 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甚至等下下课 什么事情发生 都不晓得 为了保险起见 真的这个佛号 是越多越好 生生佛号 能够消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能够灭八万亿节 生死重苦 这个法门 效果这么明显 为什么不去修呢 不修就太可惜了 大好的利益 你就错过 没有得到 很可惜 这次讲到安 那稳又是什么呢 下面再说 三季一如 无去 无来 三季就是指的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是讲时间 突破了时间 时间的限制 这就称为稳 当然它还包括另外一个意思 空间呢 也突破了 说实在的 时间空间是不是真的存在了 不是的 时间空间是什么 是个抽象概念 是一个不相应刑法 它不是真的存在 它是有违法 是生灭法 所以呢 极尽妙常 是真有 极尽妙常 放光 常极光里面有 极尽妙常 之德 弥陀 于极尽妙常中 妙光 普照 贤令众生 安稳快乐 离诸生灭 这就称为 安稳 原来光中 也有安稳的功德 这个光一加持我们 就把我们 无量解来 所有的烦恼习气 全都清除掉 所以啊 学佛 真的是利益 无穷无尽 我们讲 十方诸佛 天天在教学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讲 他的总目标 方向是什么 就是要帮助我们大家 回归到 长极光 哪一个众生 还没有回归 长极光 佛对他呢 就不舍弃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还在 玉界里面 做人 阿弥陀佛 有没有放弃我们 没有 宁可不要 又有一个新的想法 那他不放弃我 我就慢慢来咯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哎呀 这又不对了 既然这辈子 有这个机会 可以出六道 出十法界 为什么不加把劲呢 是不是 为什么又拖到 来生后世呢 想到啊 来生后世 我们还能不能够 得到人生呢 第一个 第二个 能不能够遇到佛法呢 第三 能不能够遇到 善知识 给我们讲解佛法呢 第四个 能不能够有一个 良好的修学环境呢 第五个 你想不想学佛呢 第六 想不想念佛呢 第七 能不能够去极乐世界呢 真的以冷静思考 不敢保证 那现在怎么办呢 那这一辈子 就一定要真正下定决心 我就是要去极乐世界 这个好 这个极灭啊 在经里面呢 也给我们解释 我们补充一点 极灭 它的范语呢 叫做涅槃 其体极净 离一切之相 故名极灭 这个灭就是说 灭了一切相 所以就翻它为极灭 或者大师当初也说嘛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我们心只要一动 它就变现出 十法界就变现出了六道 这个六道啊 变化的浮动 比四圣法界更加明显 六道里面的三恶道 比三善道变得更加的剧烈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人呢 真的要心不动 太难太难了 现在有三样东西 影响我们心会动 哪三样呢 电视机 电脑 还有一个手机 我们希望这些电器啊 能够不接触就不要接触 就算是接触他们 我们尽量利用这些高科技的产品 帮助我们大家 续佛 帮助我们大家得定 这才好 下面接着引用啊 法华经续品里面的经文 这个续品呢 是第一品 他说 会有菩萨见极灭法 这个不是一般的菩萨 他是指明心见性的菩萨 所以啊 离一切相的菩萨呢 他就见到这个境界 另外 维摩经 佛国品 也说 知一切法 皆惜 极灭 祝冤 这是在祝节里面所说的 生肖大师说 去相 故言极灭 同 同的就是说 还是维摩经上所说的 他是在地质品里面所讲的 法本不然 今则无灭 是极灭意 法本不生 不生 当然就没有这个命 有生才有命 那不生 谁能够做到这一点 至少这个人是原教出作菩萨 人家不生什么 不执着 不分别 不起心 不动念 他也做到了 我们今天这一个 生灭的频率非常快速 居然是一秒钟当中 有1600万亿次的生灭像 所以宇宙来源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原来是从我们心想生 那我们今天该怎么办呢 不再想 可是说不想也难呢 所以阿弥陀佛很慈悲 他就发明了一个方法 让我们去想 想什么 想阿弥陀佛 佛教我们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我们还是会有分别执着 那他有人家 也是教我们大家 分别西方净土 分别阿弥陀佛 执着 就专门执着阿弥陀佛 这个好 在《无量寿经》上卷讲 超出世间 生要极灭 希望大家 把这两句话 牢牢放在心上啊 要知道这个世间 所有的万物 都是虚假的 我们现在 把其他的 七情五欲 明文立养都放下 我们现在心里面 只喜欢什么呢 就是极灭 简单来说啊 就是喜欢修清净心 喜欢修呢 平等心 修这个 给我们带来的利益 说上无量的节 也都说不完 这个就是学佛的 真正的好处 在这个制度论 大制度论 第五十五卷 也有这样一句话 灭三毒 集诸 戏论 故名 集灭 三毒 就是弹生痴 戏论是什么呢 没有意义的话 而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 有没有跟别人 时常说戏论呢 这个戏论 就是一般常说的 开玩笑 这个对于我们 鸟生时有没有关系 没有作用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把 大好的时光 都要用来读经 听经 念佛 拜佛上 尤其是 年长的同修 真的 这个用功的时间 一定要加强 以前看不惯的人事物 要把它放下 您喜欢的人事物 也把它放下 喜欢不喜欢 通通都放下 要把什么抓住呢 就是这句 弥陀名号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贤功劳 让我说 讲的一句话 这是我的命根子 可惜 现在人呢 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 忽略了 他忘记了 他把那个假象呢 都以为是真的 自己天天陷在 那个虚幻象里面 而不得自拔 我们这个观点的 就错了 应该怎么赶快回头 后面是念老所讲的 有极尽妙常 极尝极光 是知 生灭灭移 极灭为乐 这个是安 三季一如 无去无来 这是吻 这叫安吻 弥陀于极尽妙常中 妙光普照 弦令众生 安稳快乐 离诸生命 世民安稳光 所以 阿弥陀佛的长极光 他所覆盖的范围 是尽虚空 变法界的 这就是此地所讲的 极尽妙常 这个光起的作用 是弦令众生 安稳快乐 众生真的是很可怜的 沦落在六道 沦落在使法界里面 不能够自拔 这里生了 以后死了 又再去投胎受报 世尊是诸佛如来当中 一个代表 这一次我们遇到 他老人家所讲的法 尤其是他老人家 所宣传介绍 净土大法 这一个法门 是最为殊胜 最为奇特 最好的一个 泄脱方法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 其他法门修学 它有一定的条件 不过资格的人 您忽然去修学 得不到圆满的利益 甚至一点利益都得不到 可是净土法门呢 所谓的三根谱皮 利盾全受 因此 我们一定要找对 最适合我们的方法 来去学习 要找对 可以这辈子 使我们出离苦海的经典 来去修学 今天我们大家都遇到 遇到之后 一定要弃而不舍 绝不放弃 一定要保持到我们临终 最后一刻 其实我们 勤苦修学佛法一辈子 为的是什么 就讲这一生 您辛辛苦 站着拼命地念佛 拼命读经用功 就是为了临终那一刻 希望那个时候 能够想得出阿弥陀佛 能够练得出阿弥陀佛 那就成功了 假如说我们 这辈子到自己要死的时候 还是做不到这一点 那怎么样呢 又要再轮转一次 太可惜了 所以这一生 一定要真正下定决心 好好地把这个佛号念好 那今天下午呢 大家如果参加三世心念 你就能够体会到 这个三世心念法本里面 每一诗都在鼓励我们大家 专心念佛 求证净土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 从明天开始 我们上课的时间呢 就全部都改为是早上九点半 到十一点 就是从周一到周日 都是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 那这个是澳洲时间 我学勿胜粗席殿角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错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作为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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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